哇 好浪漫的四重溪的溫泉季喔 你們一定要來看喔 這個是晚上 晚上會比白天還美麗的 那你白天來說 因為沒有點燈 晚上點燈呢 真的很浪漫 而且呢 你們等一下注意看 有人穿和服喔 或者這邊拍照喔 超漂亮 它一整片一整片的 延伸過去到後面 整片的 還有這個可愛的溫泉娃娃 很浪漫吧 很漂亮 下面也都是喔 一整片延伸的 到後面 然後到前面這邊 前面下面也都是 然後這邊還有 它是那種日本的那種感覺 有關東煮的店 我剛才一下車的時候就發現 有人穿和服在拍照 前面也是 就是一排的商店街 那種日本的那種 吊吊的商店街 也是讓人家拍照的 穿和服拍照的店也有 很浪漫耶 你們一定要來看 晚上的感覺 白天沒有這麼漂亮 因為白天沒有點燈 你看不出那個壯觀 很漂亮吧 非常浪漫吧 超美的喔 真的 晚上拍那個氣味完全不同 跟白天 白天你就覺得它就是有般的感覺 公園沒有點燈這樣子 可是剛晚上點燈起來的時候 哇賽 好美喔 這也太浪漫了 這個只是前班舖 後面還有 太浪漫了 然後這旁邊呢 還有很多的溫泉飯店 這邊那種 你看的溫泉飯店 然後最新的是這一間 但是呢 這一間呢 太可惜了 太可惜啦 因為他們只有雙人房喔 這一間飯店 很可惜沒有家庭房 是不是很漂亮 很浪漫呢 那我們看的是前判斷 後面還有喔 後面都是喔 這樣延伸過去整個 然後這邊整個 一整排的 一整排的就是 還有洗手間 後面都是把它營造成日本的感覺 它溫泉季的時候就會這麼漂亮 然後小孩子肚子餓的時候還可以吃東西喔 這邊還有雪花鳥 還有蛤蜊 然後晃著音樂拍照這樣子 很浪漫 然後晃著音樂拍照這樣子 很浪漫 然後晃著音樂拍照這樣子 很浪漫 來肯丁呢 記得不要忘記喔 這個景點喔 但是晚上的時候會比白天更美麗喔 記得記得 一定要晚上的時候再來喔 後面都是一整片 走到後面去 整個裡面還有公園這樣子 看來看來看來 趕快來 像我們今天是住小墾丁 然後開車過來這邊 還OK啦 不會太遠 而且你們走完了之後呢 還可以去恆春那邊吃宵夜 好 恆春那邊的宵夜 然後我最喜歡的是鄉村冬粉鴨 它開到晚上12點喔 是不是很美啊 很漂亮啊 一定要來喔 晚上的時候來喔 而且這邊是因為比較亮 像我們剛才才小墾丁那邊出來的時候呢 今天天氣很好 就滿天的星星 喔 這邊是不同的 這邊是一層一層兩層是那個燈光 那如果是在小墾丁那邊的話是 天上的星星 喔 滿天的星星沒有光害的 OK 跟你們分享了四重溪的溫泉祭喔 要來看喔